我要開了 你很專業 我看到豆腐和我隔壁的二人說 我說我今晚吃這個 他說你吃完就出自一丁才我去 大家好 我是團長Joey 多謝你又來了 好了 今天又要開一個新系列 就是金辛子吃米豬年 居然在第一集 也可能是最後一集 因為如果是好的米芝蓮 就算是太貴了 我今天吃這個 是因為我朋友生日 所以我才會來這裡吃 否則我真的不會吃這麼貴的東西 今天我真的超超超超興奮 我本身也不知道原來這間店 是這麼高級的 我今天臨過來之前 就開放一下 嘩 我看到每一位是一千八 不是 是一千二百八十元 一位有十道菜 我那一刻真的想過 不如我裝病不要來吧 不過 因為今天是我的朋友生日 所以怎樣也要捧場 都洗濕了頭 我們現在就一起進去看看 到底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去吧 去吧 今天來到K11 My keinen 吃的這間燒肉儀甘 就是由京都米芝蓮一盛 Tomi Goji Yamagashi開的腐腺 它主打的是高級優質燒肉 而用的牛是由東京八年老牌的和牛供應商 日山速產直送的 我吃完才發現 原來和我上次吃的壽喜燒 都是用了A5的殺魔和牛 原來我和殺魔牛真的有緣 它晚市最有名的就是 Omega 3的燒肉套餐 足足有十道菜 我本身很怕會貴價不飽 但它的份量真的遇到剛剛好 吃到最後超滿足 但又不會太飽 今次我將會逐一和大家分享這十道菜式 但我不會深入地描述它的味道 因為我真的很想留空間給大家 親自品嘗 因為真的很美味 而且它中間有一道菜 真的是夾品 我很想直接跳過去和大家分享 我要開了 哇 哇 你很專業 整件事人是這樣的 謝謝 首先來的第一道菜 就是煙燒A5黑毛和牛配魚子醬 它將和牛用慢煮和煙燻的方法處理 牛味不算很突出 但入口也算軟滑 雖然配上魚子醬 但我覺得最出色是底下的酸蘿蔔 它的酸甜度剛剛好 非常清新 好像要跟你口腔說 給我準備好 讓我準備好 第二道菜 就是A5黑牛和牛 它它配A5黑牛和牛壽司 是不是很順利呢 一道菜有三樣東西放入口 看著姐姐很溫柔地 把泡泡攪拌一下 又很溫柔地把法包燒一下 放入口 雖然真的有點像出錢一丁 因為它下了很多芽油 但它的牛肉質感是很幼滑的 你一點都不會有平時吃生牛肉的感覺 所以是很好 另外這個和牛壽司 我小小聲告訴你 我覺得有點像我平時放大吃的和牛壽司 但是也是好吃的 而且配上了我最喜歡的黑松露 我覺得不錯不錯 這些食物要慢慢咬 不要太快噴進口裡 吃完這幾道小菜 超高質燒肉體驗大菜正式開始 第一位選手就是 特選鹽燒A5黑毛和牛 三次 我開始還很失禮地問他 請問這個是三道還是一道菜 原來真的是一道菜 我覺得他最最最最棒的就是牛壽 你一點跟牛打麒麟的感覺都沒有 而且他一點都不油膩 但是居然是有一種日口即溶的感覺 如果你合起來吃 你一定不會覺得他是牛壽 這是牛壽 真的不得了 另外兩款我覺得都不錯 但是我現在急不及待要分享下一道菜 第二位選手也是第四道菜 特選鹽燒A5黑毛和牛 牛配海膽和牛熱狗 哇 這道菜 完全是顛覆了我對這幾款食材的感受 我一路吃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怎麼辦 我不捨得吃完你 我下次和你再見的機會 會是什麼時候 我可不可以在Donkey再見回來 好 不說那麼多 我們一起感受一下 對 對 對 哇 不得了 是誰的呢 謝謝 我見你們給我這個很開心 我滾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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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這個和牛熱狗一放入口 所有食材互相非常配合 牛肉的油脂分泌非常平均 肉味香濃 同時配上海膽的鮮味 很有中和的作用 它的壽司飯份量剛剛好 將牛脂全部吸收之餘 又不會太濟 總之你每一口都會咬到不同的食材 令你忍不住慢慢感受 慢慢品嘗 不行 我真的大媽媽來吃 然後騙她有桑莎 否則她一定不會給我錢 好像去了日本海邊 然後跳舞 然後有些花在你頭上 吃完這個這麼震撼的和牛熱狗 當然又要來清新一下 讓你可以重新出發 然後第五道菜就是 芒果蟲肉蟹肉沙律 但對不起 我沒有拍到 下一款第六道菜就是 特選醬燒夏多布里岸 和A5黑毛和牛 這個我也直接跳過 好 留點空間 讓大家親自品嘗一下 好 準備下一道震撼的菜式之前 這個季節清新料理 海膽茄子木魚湯 也值得一讚 它的木魚湯非常鮮甜 茄子吸收湯的精華 放入口溫度剛剛好 是一個很好的過場 超高質燒肉體驗大賽的第三位選手 特選A5黑毛和牛 瘦喜燒配 重露登場 它的油脂分佈一看就非常出眾 油香超足 再配上它們特調的醬汁和蛋汁 放入口溫度 滑溫滑溫的 嗯 這個真的入口溫度 真的 再加上超多松露 所有東西加上香味 放入口溫度 哎呦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你們自己來試試吧 海膽那個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海膽那個真的 我真的… 你明白很多 因為很多東西在口裡 你要慢慢品嘗每樣東西 很狡猾 很狡猾 真的靜了 靜了整個人 好像世界同志 只可以吃那樣東西 很好吃 嗯 接下來第九道菜 也是最後一個鹹點 就是和牛湯麵 你可以選擇是茶漬飯 又或者是有個冷麵 我經常覺得要暖的東西才會有飽足感 所以選擇了和牛湯麵 我覺得它的麵質感偏軟 呃… 好像浸淋了 但因為吃到最後已經很飽了 所以我覺得它軟身一點 反而令到我們的負擔不會太大 好啦 那最後真是尾聲 就是甜品牛奶布甸 雖然它不是很驚喜的味道 但我覺得吃完這麼多肉類之後 最後有一款這麼奶香濃郁的甜品來作結 我覺得都非常滿足 好啦 多謝大家今天看到這裡 綜合整個體驗 我覺得雖然這一頓飯真的很貴很貴 對呀 但是我覺得人生一定要試一次 如果不想說真的花一千多元吃一頓飯 大家都可以試試它的午市套餐 幾百元就可以買單 那或者它晚市的套餐 也有一些比較便宜一點 但就可能沒有那麼多道菜 我覺得如果不是很大吃的人 都可以試試它有一些一千元以下的套餐 但如果你說我節日慶祝 又或者是你本身也是一個非常貴的人 那一定要來試試吧 好啦 那今天集的金生紫吃米豬年 第一集完滿結束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